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关心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受到了整个东方低压带逼近的影响 所以今天全台湾各地都犹豫 都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天气状况 当然还是非常的炎热 就是说中午前后如果雨没有下来之前 其实都可能会出现34 35 36度以上的高温 但是雨如果下下来的话 那么交属也确实是有相当的成绩 中央气象局还发布了大雨特报 尤其是屏东要提防局部性的大雨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雨几率5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6度 其实并没有限于午后雷震雨 不过中午前后 仍旧是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还有新竹县 那么至于在中部地区 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也高达7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4度 南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雨几率5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 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6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 那么东部地区的花莲县 纵谷 宜兰县还有台东县 中央气象局也发布了高温资讯 中午前后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好 澎湖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震雨 或者是雷雨降雨几率3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2度 整体来说在星期四以前 台湾都是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 所以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天气状况 那么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南 还有台东 目前是28度 台中 高雄以及宜兰 目前是27度 花莲26度 反而是澎湖 现在是29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在上个星期五 在苹果 亚马逊 还有能源类股的 XM美孚石油公司 以及雪芙蓉的财报 优异然后的激励之下呢 所以美国的四大指数 在上个星期五都是上涨的 道琼公益指数上涨了315点 收盘指数是32845点 涨幅0.97% 纳斯达克大涨了228点 收盘指数是12390点 涨幅1.88%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57点 收盘指数是4130点 涨幅1.42% 反而是只有费城半导体的涨幅 那么是只有0.77% 上涨了22点 收盘指数是2967点 费城半导体呢 比较弱的一个表现呢 是受到了英特尔的财报 不如意期 所以英特尔的股价呢 在上个星期五呢 也是下跌的 那么带动了费城半导体 甚至于包括台股当中 ADR的这个台积电呢 也都相对疲弱 好那么这个同时呢 英特尔的这个市值 也被它的对手超微呢 所超过了 好那台股相关的ADR当中呢 台积电的ADR下跌了0.15% 反而是鸿海的ADR上涨了0.63% 瑞光的ADR下跌了0.17% 联电的ADR上涨了1.49% 中华电信的ADR下跌了0.3% 虽然台股相关的ADR跌多涨少 不过台子旗的夜盘 仍旧上涨了27点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 油价呢持续的上涨 主要的其实还是在原油库存 以及汽油库存呢 降低代表的是呢 仍旧是公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我们看到 纽约油球价格上涨了2.2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98.62美元 涨幅2.28% 而PAT布兰特原油上涨了2.1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03.97美元 涨幅2.1% 那么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涨多跌少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上涨了1.94% 芝加哥小麦期货下跌了0.64% 芝加哥玉米期货则上涨了0.57% 那至于在黄金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在上个星期五 上涨了12.60美元 每桶子的报价是1781.80美元 涨幅0.71% 芝加哥黄金的期货涨了1.66% 芝加哥黄金的期货大涨了2.85% 不过仍旧市呢跌升反弹 因为整个七月呢 其实芝加哥黄还是跌了3.7% 而芝加哥黄金的期货呢 上涨了2.38% 一个月下来呢 反而是上涨了11% 好 这个呢 贵金属的部分呢 反映的 人就是美国在上个礼拜五 美国联准会呢 升息三码之后 那市场呢 对于Powell在记者会上面的解读 开始朝向歌派的解读 所以呢 使得好像资金又有可能宽松 所以你看到美股上涨 然后美国的十年期公债值率往下跌 也就是公债的价格往上升 同时美元指数下滑 然后各种的原货料价格都是上涨的 好 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在上个星期五呢 继续下跌了0.3个百分点 来到105.89点 至于欧洲的三大脚股市呢 一方面他们解读美国呢 即将走鸽派的货币政策 这是解读哦 并不是真的 不过市场现在呢对此是充满信心 所以呢我们看到美股的反弹 欧股的反弹 那么另外呢 欧洲上个礼拜五所公布的经济数据 其实也优于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上涨了78点 涨幅1.06%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109点 涨幅1.72%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201点 涨幅1.52% 好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是美国在上个星期啊 其实重量级的科技股所公布的财报 仍旧是喜多于优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美国股市呢 它上个礼拜五不只是四大指数上涨 而且就周线来讲呢 是这个收红那么月线来说呢 也是收红 而且呢不管是道琼标普 还有这个纳斯达克都创下了 2020年以来的单月最大涨幅 我们就一个月来看的话呢 道琼呢七月份呢 单月涨了6.7% 而标普呢单月涨了9.1% 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呢 一个月更是大涨了12.3% 而费城半导体呢 单月大涨了16.1% 好那当然不过呢 这个还是属于跌升的反弹 因为如果从今年以来来看的话呢 那么不管是道琼标普 或标普还有费城半导体 都是下跌的 以纳斯达克来讲呢 那么今年以来的跌幅 还是达到了20% 标普呢今年以来的跌幅 也达到了12% 我看一下 也跌了13.3% 那费城半导体呢 更是今年以来 仍旧下跌了24.81% 好所以跌升的反弹 另外我们来看的是 美国的物价 还有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那么美国的PCE 这个物价指数呢 就是个人通膨指数呢 是美国联准会最看重的物价指数 他们的数据 他们根据的这个 这个这个升息与否呢 其实主要参考的就是这一个PCE 而上个礼拜五呢 美国劳工部所公布的 第二季整体的 就上个年度就 这个就是上个月啊 上个月的PCE呢 年增是6.8% 高于五月份的6.3% 也比市场预期的6.7% 要来得高 所以意味着呢 整个通膨其实还是没有下滑的趋势 那么另外呢 如果说是以核心的PCE指数来看的话呢 更是年增4.8% 高于市场的预期 也高于五月份的数字 好所以如果从PCE 个人通货膨胀率的这个 连准会特别喜好的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呢 通膨仍旧来到了40年来的新高 所以呢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的这个所得跟收入啊 所得的部分呢 是月增百分之零点六 但是呢支出呢 是明显的 那么来到了月增百分之1.1 所以这个月增呢 很明显的反映的就是通膨增加 因为通膨增加百分之一 所以它的消费的额度 当然也要增加百分之1.1 可他的所得 其实收入只有增加百分之零点六 所以我们看到呢 美国联准会的官员呢 出来喊话说 市场会不会误读了 Powell的谈话 那么事实上联准会还要再升息的 这个呢 是包括了亚特兰大的联邦准备银行 波斯提克 还有米尼亚波里斯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 卡斯哈里呢 都认为 未来其实要回到更稳定的状态 未来其实还要再升息 不过市场仍旧呢 是以这个 这个非常宽松的方式来看待联准会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房地产会不会出现反转 价跌 而且亮缩 目前亮缩是已经确定的 价跌的部分 那么根据初步的资料显示呢 美国的应用的商业不动产的 这一个价格呢 第二季其实已经比第一季下跌了5% 另外呢在公寓还有仓库的价格 也都下跌了4%跟6% 所以呢从价格来讲已经出现了下跌 而量也出现了萎缩 这个下跌跟量跟萎缩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美国房地产的请萎缩的状况 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呢上个礼拜五呢 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现的是经济其实还不错 而通膨继续的创新高 所以在这两个因素的情况之下 大家预期9月份欧元区势必还要再大幅升息 那么欧洲统计局呢 所公布的欧元区第二季的GDP 它是激增0.7% 年增4% 这里面呢意大利法国还有西班牙的表现比预期要来的好 那么也跟他们的解封 疫情解封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德国呢是欧洲的第一大经济体 它呢上一季呢表现其实是平的 那么代表的其实有衰退的压力 因为它受能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好这个是在经济成长率的部分 那么至于在这个通膨的部分呢 7月份欧元区的CPI呢 年增率高达百分之8.9% 在创40年来的新高 所以这使得这个欧元区呢 在未来要升息的几率 其实仍旧非常高的 好另外呢是乌克兰的股物 经过了土耳其跟联合国的调解之后呢 所签署的俄罗斯跟这个土耳其 跟乌克兰跟土耳其分别签署的粮食出口协议呢 今天那么将会有第一批股物出行 能不能顺利出行 将是考验这个协议呢 是否有成效的最重要的关键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官方版的PMI 就采购进人指数呢 昨天公布那么意外的再度的下滑 出现了萎缩 那么好不容易经过了5月份 6月份的连续的爬升 然后占到了这个景区融库线50之上 但是呢7月份的数字呢 再度下跌到了49 那么来到了50之下 反映的就是经济前景 仍旧是很暗淡的 另外在非制造业的 这个PMI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53.8 虽然在景区融库线50之上 但是呢比前一个月 仍旧是下滑了0.9个百分点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阿里巴巴呢 现在再度的被美国列为 预栽牌 就预先要栽下 它的这一个上市资格 预栽牌的名单 导致呢阿里巴巴的 这个ADR在上个礼拜五 中错了11% 好所以中美之间的 这个中概股的问题 仍旧没有解决 那么持续的影响 中概股的表现 上个礼拜五呢 美国的证管会所公布的 预栽牌名单 包括了两家港资公司 以及呢四家中概股 除了阿里巴巴之外 还有蘑菇街 还有波奇宠物 以及这个猎豹移动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恒大原本希望在7月底之间 7月底之前提出 它的债务重整计划 但上个礼拜五公告说 要延后代表着整个债务重整 显然也是不顺利的 好另外呢 中国大陆的手机 今年出货呢 估计将远低于3亿支 碳10年来的新低点 不过呢外资的投资呢 在今年上半年呢 仍旧跟去年同期相比 年增17% 如果用人民币来计价的话呢 那么今年上半年 实际使用的FDI 就是投资的这一个外资金额呢 是7233亿人民币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是入港股的部分 在上个星期五都是重挫的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 29点跌幅0.89% 深圳城只下跌了161点 跌幅1.3% 香港恒生指数更是大跌了 466点 收盘指数是20156点 跌幅高达2.26% 好那么至于在台股的部分呢 台北股市呢 在上个星期五也出现了 最后一波的拉尾盘 那么使得台北股市呢 占上了15000点 就刚刚好是15000.07点 涨幅0.73% 成交金额是2228亿元 那么上个礼拜五呢 主季处所公布的上一季的GDP 年增是3.08% 不过呢 仍旧是创下了两年来 八个季度的新低 九年成 Americas брateg股市 Foundation sia 那笔 三个季度 厚 三个季度 之。 整Get 。